哈喽大家好 我是娜娜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我特别爱吃的家常菜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冰箱有什么 好嘞 我们先来看一下冰箱里我要的东西 就是这个 常备一些这些虾米 我才是很好用的 干的虾米 然后洗浸泡水 接下来我们就简单粗暴了 然后倒了差不多 直接就把这些皮拿出来 看一下我的蒜就剥好了 这里是肉 这里是皮 完美 蒜 弄好了 咸咸 弄好 肉 面 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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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紫蘭蕾 温度 紅蝦 卷底下 下午的沙尼蒼 吃 吃 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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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出锅 超鲜美的一道 丝瓜 虾米 豆腐 羹 吃完就不馋了 现在变身成浣熊 开始吃饭 这个 不放盐其实就还挺鲜的 我们要记油记盐 菜比较健康 因为本身这个虾米和这个裙带菜 就是提鲜的嘛 所以就味道挺好的 丝瓜就特别顺瓜 放了两个水煮蛋 因为这是早饭 所以要好好吃饭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你这个华为的手机里面 也要装个那个GX7的那个 App 要不好倒 你老跟我冒和神离的 我看一看 吃饭 吃饭我其实不应该看视频 不能说对啊 但赶紧